南無本師釋迦謀離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詞 我今見聞得授詞 愿解如來真實意 愿解如來真實意 多謝各位阿彌陀佛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上一堂 我們是講出離心和四弘誓願 今堂我們都承接著 出離心和四弘誓願 繼續講的是四無兩心和菩提心 其實這個承接 也是我們學佛的人 是應該這樣承接下去的 因為當我們學習了出離心和四弘誓願 學了之後 我們應該是幫我們學習提升的方向 也是幫我們學習了出離心和四弘誓願的基礎 就是幫我們發展到四無兩心和菩提心 略略講一講 四弘誓願 上一堂解釋過 基於四聖帝 源於修行的 是苦、雜、滅度的發心提升 提升自己 有自利利他的心量 然後發展到四弘誓願 四聖帝裏面的苦、雜、滅度 是我們自己知苦 自己知苦之後 也明白到別人都會受苦 自己能夠斷苦的因 不再被苦的因潛薄著 也希望讓人明白到 學習到斷苦的因的需要 而自己因為斷苦的因 獲得正確的方法 而解脫到煩惱 能夠自在快樂 也希望別人從斷苦的方法 沒有了苦因 也能夠同樣地獲得解脫 無憂自在的快樂 這種我們的心量 和人們分享的心量 是菩薩的心量 是真正的自利之後的利他 所以 四弘誓願裡 上堂所說的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就是菩薩的大慈悲心動力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一旦是凡夫 我們是眾生 當然有煩惱 但是我們自己解決不了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有大慈悲的大菩薩的大願力 來幫我們離苦得樂 當然大慈悲的大菩薩 他當然不會介意來幫我們這些祈求緊的眾生 解脫我們的煩惱 他當然不介意幫忙我們 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大菩薩 他們都會用他們的正確方法 帶領我們去處理我們自己的煩惱 是幫我們提升我們的智慧 這樣才是真正為我們自身的問題有所解脫 然後我們這樣才是真正在學習之中 學會了怎樣得到斷腐 得到解脫的智慧 在我們未來的人生裏更加行得穩當 從而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實習 這樣的了解這樣的智慧 所以才不會浪費菩薩帶領我們的正確的離苦方法 大家明白 如果真正的菩薩不會像無量的提款機一樣 給你神仙一點點 不斷按錢一樣要錢要錢 不是的 真正的菩薩會是怎樣 會是用一個很直接或者間接的方法 帶領我們 教導我們用一個正確的方法 而找到一個解脫煩惱的那種安慰 成功地踏上了我們智慧安穩的路 這樣才是真正的菩薩 所以從最基本之中 我們首先是對我們想渴望得到的智慧知識 是有一個正確的信心 也有一個正確的努力的方向 當然如果又要正確的信心 正確的努力 當然離不開我們要學習佛法裏面的道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慣性只是依賴 好像當菩薩是提款機一樣 我要錢 按一按就有錢出了 這種依賴的鞋桌的性格 是不容易幫我們自己 突破到我們所謂遇到的煩惱的 而大慈大悲的菩薩 去救度眾生他們的願力 在他們來說 當然也離不開四弘誓願和四無量心 他們發四弘誓願和四無量心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都是由他們在凡夫修行的時候 他們已經發展了 而我們現在是真正的莫地凡夫 我們本身都是希望在佛陀的教法裏面 能夠得到一些好處 這個好處是我們對佛法的那種信任 和對佛陀的品德修養的熱誠 他那種的教導我們能夠有智慧 提升我們自己的能力 不管我們是否去修行 或者只是平常生活上的修改也好 我們都是會得到好處 那麼這種信任和這種所謂實行 其實就是我們在凡夫一般來說 已經在學習佛陀教的道理 而也是配合西尊當年 當然是佛在世 二千多年前 他都說他能夠現於世間的心懷 都是想令我們凡夫的眾生 能夠明白佛的智慧 讓他入佛的知見 然後承擔了他的教法 再流傳下去 直到今時今日 我們都可以學習 所以對佛陀的無上的心願力 他就是教導所有吉他學習的弟子 就是除了道眾生之外 也要達到佛到無上世完成的這種願力 我們來講 覺得我們是凡夫 但是其實佛陀告訴我們 人人都是平等的 人人都有向上之心 沒有人想自己下墮 所以每一個人在成佛之前的 所實一切的修行都是佛的因地 如果我們肯自利利他那方面去實行 也是菩薩行的一個開始 也是一個歷程 所以不一定劃分得很清楚 這個時候我就是修行 這個時候我不是修行 或者這個時候我是想成佛 這個時候我不想成佛 其實不是的 當我們有這種心量 有這種心願 想去學得多少做多少 實行得多少有多少 而沒有想去斷 沒有想去轉移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延續著 我們自己個人自己 幫自己提升自己的智慧和練力的機會 說到四無量心 就一定是菩薩發心學佛的那種心量 好像佛陀一樣 他一樣用他的心量 無量地、無限地去幫助眾生 他最重要的意思是幫助眾生 行在正角的路上 但是他沒有計較 沒有分別 哪種眾生他不去賭 哪種眾生他會特別護持 或者哪種眾生的祈求 他會幫多些 哪種眾生的祈求他不去幫 完全不是 完全發心發自在 無量一一的眾生 所發出的祈求的心願 只要是向正法、正角上學習的 他都讓無量的眾生 同樣地得到安穩、得到安樂 沒有憂慮、沒有博觸 不同的眾生、不同的祈求 不同的眾生在不同的處境 有不同的需要 佛菩薩都一一同樣地顯現出 他們的慈悲願力 去安慰眾生 讓眾生得到信心安穩 除去一切的憂慮、一切的驚慕 很安長、很穩重地 在光明的正角度上 繼續生命的歷程 繼續修學 上面說的那種叫四無量心 菩薩的心量 是與菩提心互相配合的 菩提心就是菩薩為了自利 自己在做菩薩之中 他有他本身的一定的修行功夫 達到了解脫的方法 果證之後再去利他 他們救佛眾生的心力 他幫助眾生脫離苦老的 那種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願力 是不會退的 所以菩薩一切的行 一切的願力 就是沒有離開到四無量心 和沒有離開到菩提心 也可以說 是菩薩要修行的路 一定是以四無量心 和菩提心 是他們的支持力 也是他們的發心動員的 最基礎的那種的心行 心量 我截錄了一些經文 或者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菩薩的心行 亦是菩提心 亦是四無量心 我截錄了在寶迫經講記 他有一段這樣的文章 他說 明菩薩者 不但明智為菩薩也 就是說 叫做菩薩這個名字 不只是名字叫做菩薩 那是怎樣的呢 他說 能行善法 行平等心 來行善法 名為菩薩 即是說 這位菩薩在行這個菩薩行的時候 他能行善法 他以平等心來行善法 就叫做菩薩 然後就說 略說食咒三十二法 名為菩薩 他在下面簡單介紹 有三十二種方法 這三十二種方法 就是菩薩行的 所以能夠這樣行菩薩行 就叫做菩薩 文中他就解釋 其實這段文字 是世尊和家業尊者說的 世尊對家業尊者說 明菩薩者不但明智為菩薩 就是世尊告訴家業尊者 不只是說菩薩就叫菩薩 那應該是怎樣呢 他應該是一塊菩提心 而這個菩提心是有廣大收集菩薩的證行 由於在解釋文字裏面 我又截錄一點 印信大師說 他一個人 他如果初初我們所謂是人的時候 其實由於什麼呢 由於在我們未曾真是一個人胎生出來之前 即是那個胎體裏面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肉團的階段 但肉團階段就開始成長了 雖然這個都叫人的胎 但未正式成一個人體 所以就要培養 一直培養著他 令到他這個人形 漸漸成一個人形的胎體 還要是繼續成長 那麼繼續在胎裏面成長 成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形的時候 首先需要時間 慢慢他由一個肉團形 然後變成有眼、耳、口、鼻 然後四肢 直至到他真真正的圓滿了 他那個種種的人形之後 誕生出來 而成為一個真正健康的人形的經意的時候 那時候才叫做人 而印尋華師用這個比例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就算你說是一個菩薩 將來是生在如來之家 即是擔起如來的家業 但是他都需要未曾生如來家之前 未曾擔起成佛之前 他就要做很多能夠令到他圓滿成佛的條件 才能夠誕生在佛的家 那就是由於說BB 即使你將來成為人也好 你是初初的時候 你的很多種培養 經營一段時間 經營一段種種的訓練 好了 這裡說回收集菩薩的正行 還需要什麼 要那位肯去學菩薩行的人 是積集了無量的福德智慧的知良 作為菩薩行、菩薩道的種種方便 用回我們現在的人來說 如果我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有一個建設是一大成就的大建設 假如我空有這個建設計劃 我沒有足夠的財力 沒有充裕的物力 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和人力的配備 即使我有幾好的最偉大的建設計劃 都是不能夠完成得到的 所以行菩薩道 然後必須以種種種不同的方法 幫助自己成就無邊的福德智慧 而應用於將來以種種不同的方法 去幫助人、去救人 是同一的道理 有現實的說 如果你不夠財力、不夠物力 或是身體也沒有體力、沒有智慧 也沒有其他助力、人力去幫助你 即使你去幫助人的時候 是十分吃力、甚至可能徒勞無功 因為你無法滿足被你去幫助的人 被你救的人的需要 甚至令對方覺得沮喪 因為他對你期望很高 所以做菩薩不論是現實或是理論 一定要有足夠的福德智慧 才能走得到這個所謂菩薩道 上面在《經》那裡說了 有三十二種方法 是幫助我們成就菩薩行的 當然裡面包括剛才提到的 就是四無兩心和菩提心 他這裡簡確說了三十二種方法 而三十二種方法之中 他分成這三十二份裡面 分成四個大部分 第一個大部分叫做法行 簡單來說就是用正確的佛法而行 第一個叫做法行 第二個要平等行 平等行就是不偏意的心而行 即正的心 不偏執的心 第三就叫善行 這個善行特別說清楚 這個善行是要什麼 以真心真意真誠的善意而行 才叫善行 第四叫做法住行相 他説無論什麼 無論怎樣的行相 事相上都好 都是要與法相應的 所以換句話說 是不能用犯戒作為善行 而去犯戒 換句話說 這三十二種方法 就是在法行 平等行 善行 和法住行相出現 我們先逐樣逐樣去試試看 第一說法行 法行裡面包括了五種 第一說 因為依正確的佛法而行 所以第一樣最重要就是 所有的法行都是以為眾生 心求安樂 是不是隨便的 而是很深入的 是為眾生很深入地求安樂 這個就是菩薩的法行 而第二個就是 皆令眾生注視法中 你雖然是希望為眾生 令眾生很深入 求為眾生求安樂 而深入地為眾生 但亦都要令眾生 安住於正確的佛法道上 第三就是 菩薩的法行雖然是以法行 但是最重要是怎樣 心不憎恨惡人 亦都不妒忌他人的智慧 那怎樣的意思呢 即是說 雖然你是發了心去幫人 但是見到不喜歡的人 你都不可以憎恨 而見到有其他具備智慧的人 甚至可能你的智慧 你覺得是很高的 你都不可以去妒忌 又不可以嚴護 這些這樣的心量 是會令到你自己 反而是得到智慧的功德 亦都讓眾生跟你學的 亦都覺得 知道是怎樣學平等 不憎 人家的 不到人家的智慧 第四種 在法行裏面 第四種就是 破壞嬌慢 做菩薩的人 除了自己要尊重別人的智慧 不憎恨其他人之外 自己都要破壞自己的嬌慢 是自己破壞自己的嬌慢 即是怎樣 即是自己有謙下之心 假如自己見到有得行的人 有品德學問 有修養的人 我們一樣要對他尊敬 甚至是除起他的種種的品德修養 要敬順 如從善而留 這件事是菩薩自己本身自己的修養 而這個原因是怎樣呢 就是第三樣 就是不憎恶人 就是你對於比自己更優勝的人 你不去親恨他 你不去疾倒他 你不去疾倒他 而第四種就是 要自己謙下自己 那每個書說 做菩薩呢 是要怎樣呢 是有一種 自己虛懷若穀的心 也都有一種 很廣大寬薄的心 這樣才可以做到菩薩的法行 而第五種呢 就是深樂佛道 本身自己也要培養自己 對於佛法深入的菩提之道 是自願深學 很堅固 即使有其他的邪法 或者其他的不同的外道之法 你都不需要擔心 只是自己好好地 修行好自己的菩提法之外 也都對於邪法 是不需要擔心的 那上面這五種的法 其實主要是菩薩 未曾去度眾生之前 自己有這種法行 所以說 菩薩是首先要 依正確的佛法而行 是幫自己的內心修養 自己的行為表現 做了功夫先 原來行菩薩 到第一是先要內修 第二講的平等行 即是不偏移的心而行是怎樣呢 而平等行之中 包括了八個方法 那這八個方法是怎樣呢 如何平等行呢 第一 國愛敬無虛 他對於眾生 一般來說 我對你很尊重 或者我很歡喜 和你們一起分享佛法 或者是種種的方式 或者技術 但是原來你說這些的時候 你真的要生起真正的誠意 對於眾生是一種敬愛的心 但是設計不是一般世俗人的 所謂小人之交甜如蜜 也不應該有親疏的心 也不要有虛狂的心 這是菩薩對眾生的平等心的第一樣 而第二樣呢 親口究竟 於冤親中其心平等 乃至至於涅槃 即是當我們發了心行菩薩度的人 乃至就算你曾行 而想去行的人 對於一切人都用平等心相處 在處於佛法的學習之中 無論這個人和自己有冤 或者是親的 我們都平等施語 平等看待 大家互相尊重 乃至到將來成佛 這樣的心良我們都不可以 因為自己成功了而嬌慢 或者因為對方是和自己有些冤 或者親而生起初有近的心 不是如此 所以這個親口究竟 於冤親其中要平等 乃至到我們成佛至於涅槃都一樣 第三呢 就是言常含笑 先易問順 我們雖然是做菩薩 並不是高高在上 就是說我們本身幫自己 都要和顏月色 同眾生談話之中 不要太過尖銳 儘量做到溫文微笑 有什麼的表現 儘量先以善意示之 這其實就是等於和眾生結束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將來走的路有多遠 遇到哪些不同類型的眾生 但是如果我們平常習慣了 是先以善意示之的時候 起碼我們就少了一種障礙 如果想到眾生 更加自己要給自己 有一個親切和顏月色的感覺 那眾生才容易接受自己 所以這也是菩薩行裡的平等行的一種 第四呢 所謂事業中不中式 第一個是始終的中 第二個不是中間庭 會說說 假如你曾經答應過幫人做事的時候 儘量在中途之中不要停止 所謂有交代有始有終 即是有承諾 但是先要衡量自己的力量 事前衡量了自己的力量 以為之 這樣就能夠貫徹去幫忙 直到完成 即是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量力而為的話 那我們對於答應別人去幫人做事 而不會做事的時候 發覺原來力不從心而退失 第五呢 普遺眾生 等行大悲 那對於如果有些事情 我們沒有答應過幫人的 但是剛好有這樣的緣 遇上了 而這些眾生未必是我們認識的 或者未必是我們曾經跟他們交往過的 但是剛好我們可以順手 或者順著環境 可以幫助作出利益他們的幫忙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普遺眾生 行等大悲 即使他未邀請過我們 而我們剛好遇到個緣 又可以順便幫到他 我們不要袖手旁觀 就成為隨便隨緣地 亦都幫了他忙 做到完成他利益他的事 所以有多菩薩是說不請自來 那有時就是這個 普遺眾生 行等大悲 未必眾生邀請你 但是你就隨緣而幫忙 第六 心無疲厭 多聞無厭 那心就不要覺得很厭了 我學了很多東西了 好像沒辦法發展出去 沒有意思 或者覺得我都好像學舊了 我都懂了很多東西 不想學 不是的 我們做菩薩的人 學做菩薩都好 不要有一個卷的心 疲倦疲厭的心 反而應該想起 我們懂的東西 其實好似很多 其實還未夠 因為我們懂的東西 實在比我們不懂的東西 少 不懂的東西實在太多 所以有機會能夠多聞佛法 多聞其他的正法 都是好的 而我們學了這些佛法 學到這些正法 就是用來將來有機會 發展到幫其他眾生 化道眾生的正確方法 所以我們平常來說 處於一個比較積極的心 不要鞋桌 不要疲厭 而多些學正法 多些學佛法 是不要覺得學夠了 不要滿足於自己少少的多聞 是多多聞都不會覺得滿足 是不疲厭的 第七就是 自求己過 不說他人短 這個我想大家都明白 鼓勵我們經常自省我們自己 我通常習慣了 看到別人的不好處 看到自己的好處 但是這裡的豪殺就不是了 鼓勵我們自己自省其過 不要每次專心去看別人的短處 反而應該教我們自己寬待別人 不要看別人的短處 因為當我們經常看別人的短處 我們就會變成一種比較黑薄的性格 我們做菩薩 為什麼會有黑薄的性格? 我們菩薩應該是懷寬厚待人 為什麼會經常挑剔別人的短處? 所以我們做菩薩 反而是自省 而不求他人的短處 這裡也說的是平等行 第八的平等行 大家說就明白 以菩提心行諸威而 菩薩用前面那七種方式 來幫我們自己 學我們的菩薩行而 在日常之中的與物動靜之中 對佛法自己本身生起養霧 隨著有機會學佛法就學佛法 自己的品行修養也做得很好 因為不要看少 這個機會很多時候就成為 別人看你的身教行教的典範 所以這個菩提心行諸威而 不只是你想表現給別人看的時候才表現 因為很多眾生在你身邊已經無形中 如果你用到你自己種種的慈悲 去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你那種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良好榜樣 就已經令大眾對你生起養霧之心 原來知道你在佛法裡的修養 他更加跟隨你學習是很自然的事 乃至有些人會說 我很歡喜和你一起相處 和你一起相處 覺得很和長、很舒服 或者說你對眾生的那種平等心 他覺得你真是好 又不會挑剔我們 又大家無論是貧富 或者是智慧的不同 你都一樣是這麼歡厚 都是這麼歡喜 和我們一起相處 幫我們、教導我們 這些就真是菩提心的行儀 而聚足之後 令眾生對你生起渴養、養慕之心 很喜歡跟隨你一起 無形中以身教 令眾生獲得佛法的好處 上次說了 法行和平等行 都是菩薩本身自己要幫自己 做足少少自己個人的修養功夫 說到第三個善行 善行就是一定要真心誠意 來行善的事 而實行善的行 善行說明是真心誠意而行 還有一樣是 要一切的慰師不求回報 為什麼會這樣呢? 假如我們去幫人的時候 如果在暗中預算著人家會回報自己的話 我相信很自然地 你做善行、幫人的行 多多少少祈求著回報的話 我想那種真誠的心會打了折扣 還有當我們以真誠的心而行善行的時候 還要有一種忍耐心和慈戒為基礎 原來大菩薩行這個善行的方便 做到善行這樣的菩薩 原來他們應該是什麼領域呢? 大家看看有沒有這個領域 原來你平時在幫人的時候 是真的沒有求回報的 你一切的慰師 無論是報師、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這些你所有作出來的一切 你原來在做出來的時候 是真的從真心裏面出來的話 原來這位表現是雖然凡夫的人 原來他其實在多生之聰 曾經已經達到了色界或無色界天的禪定裏 他有這種基礎 如果他在天界裏面的色界 他應該已經達到了離生喜樂地 他這種自然流暢出來的福德、禪定力 在他多生之前已經曾經這麼真誠 在這樣的修為裏面達到了 所以如果你自己或身邊的人 你發覺有些人是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不是普通的凡夫 所以如果一般的凡夫 而又能夠做到這樣的不求回報 只是發心去幫助人 而又有大悲心、大怨力 又不退 甚至我們一般所說的四攝法 即是報師之後亦都愛語 對人說話 如剛才所說的 是不挑剔、又平等心、又利行 又和人一起幫忙做事 互相以善法互攝的話 這個人原來已經曾經應該 多生之前有這個福德、禪 收過禪定 所以在這個凡夫的境界 這個這麼混雜的境內 他們都可以做到 種種真誠的善行 為師而不求回報 當然也包括 假設他行六道萬行 六道就是報師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 乃至他的智慧 他都有這種基礎 這個人原來本身不是普通凡夫 我們都知道四攝法裏面是報師為首 而六道萬行也是報師為首 現在就說回這個 所謂剛才所說的善行是怎樣 這個善行也包括四攝法和六波羅馬 即是六道萬行 剛才說了他基本的人做一切的報師 或者是幫忙的時候 他不求回報 我們先說回財師 財師大家都知道 就是用錢去幫助別人 世間裡我們需要錢、財物、資生的工具 這是很自然的 因為是要滿足我們在生活上的需要 起碼是安樂我們生活上的生活必須 令到我們的身體、衣服、住、行 一切都是安樂 而菩薩能夠讓眾生在物質上、財物上 得到這些安樂 這種報師就是財報師 而菩薩除了在財報師之外 他有些方法 他有些方法 令到受他為師的眾生 是信任佛法 或者信任淨法 再從而知道因果的道理 甚至是歸三寶 再信任一些 甚至受誤解 當法師對於眾生 為何好像比較於財師更重要呢 就是因為如果讓眾生有正確的知見 他可以發展他的智慧 甚至可以令到這個眾生 他將來的身心利益 是大於你給財物的報師 如果引導他能夠在正確的移理上 發揮他自己的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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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菩萨种子 但我们本身来说 能够做到一切的布施 无论财师、法师也好 做了、帮了人 一定要学习 不求回报 因为当我们有想回报的心 这种的施语就成为 不是叫做慧师 就是我们有所求而去做 而一有所求而做 这种的布施就不会得到菩萨物 即是不会得到无留的福德 就变成有留 有留的字吗? 又在生死里面 又是在物质欲望那里有所贪求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 是心里面的我们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是凡夫 那我们求来生好些 生天或者来生富有 或者来生生在其他 不要那么痛苦的地方 不是错事 没错 这个不是错事 只不过说 如果你在菩萨行的比较方面 尤其是用大菩萨的那种 四无量心、慈悲心的比较 就稍微偏得远了 稍微落着方面 就是属于比较续势的利益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 四摄法和六道晚行 是用菩萨那种的心量而行的 我们就要用另一种超脱的心 包容的心 不求回报而行布施的慈悲心 支持我们的财师或法师 第二个是慈戒 对了 那慈戒好像有些规范 其实慈戒最基本的一个作用就是 不应该做的事不要做 那说明不应该做的事就不做 那有什么规范呢 而另外来说 慈戒还有一种什么? 只恶 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事不应该做 一定是对别人有妨碍 或者是恶的事 如果我们知道 这样是恶、妨碍 我们不做 那已经是只恶 所以有只恶、妨妃的功效 那以积戀来说是怎样呢? 通常我们想做瘾事 一定是有烦恼生起 或者心不开心 或者想对付人 那这种心的烦恼、恶行就会生起 但如果我们知道 不应该做的事不要做 于是这种就制止我们 生起烦恼 做些所谓有首尾的事 要惩罚自己的将来 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情 或者不应该做的犯法行为 那我们就会禁止 能够一指未曾做 即使不会有罪行的生起 也指了我们将来 是所谓有首尾筋的事 而另外还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是令人和我们相处 是觉得很安全 因为我们不会有恶作的心 不会有害人的心 因为害人是不应该做的事 恶作是不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只是不做 那别人觉得和这人相处很安乐 所以也可以说 如果我们知道那件事不应该做 我们不做 那是怎样的 我们有定力 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判断的能力 我们还可以令到周围的人 觉得安全 所以我们的善根力是很深的 也因为我们有这些 这样有能力的力量 维持到我们将来可以 我们有把握 亦都告诉大家 经常说的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 将来一定可以生去更好的地方 这些就是持戒的回报给我们 不是我们要求回报 而当我们肯持戒 去做些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就不去做 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就已经是可以帮我们有 自然的回报 就令到我们生得更好 甚至可以生于天界 但是说求生天界 你刚才又说不是很好的 没错 看看你生天界的时候 你的期望是什么 如果你是我生天界 我希望生到天之后 我福报救 我更加继续去我的善行 更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生天界的人 刚才说 能够不求回报 没有人的福报很大 那我们能够生天界 福报这么大 我再来做凡夫的时候 帮人的时候 我真是用逐一说 我要钱有钱 谁是穷的 我立即帮到他 我要能力 立即有人帮我 我又帮到其他需要的人 帮的人 那为什么不好 这个绝对是好 但是只不过是要求 我们求到这些福报之后 你是怎么用 你希望你将来怎么用 如果用于我将来的享乐 我将来的世间欲望 令到我自己得到更多的福乐 这一种就是有漏的回报 但如果我说不是 我一如当我持戒 能够令到我有定力 有智慧力 有善根力 将来我去生之后 可以去到生天界的话 我可以将我生天界的福力 再回来再继续度众生 这种就是菩萨的大慈悲愿力 他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所以持戒亦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力 第三就是忍欲 忍欲 其实说回来 很难忍的东西 很难做的东西 都要忍 都要去所谓难行而行 难忍能忍 这更加是菩萨心量 对于众生的行为 我们的心量一定要扩大 又不要挂外他们这些众生的行为 为什么呢 我们心平气和去看这些事情 其实就已经是忍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应该心平气和提醒自己 我们用四摄法 四摄法是什么呢 布施 爱语 利行 同事 来对待其他人 那跟忍欲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们面对那些众生 跟我们的想法不同 行为不同 举止不同 甚至是逆行的 那我们怎样呢 那我们就要发挥我们这种忍欲的力 那忍他 那令他更加作恶 对不对 不是 我们要在逆境的时候 例如说 你说同事 那或者他人想 用这样说 他想做贼 你和他一起做贼吗 那即使帮了他做贼 那就是逆行 那你还帮他 那你还帮助他 那你就忍了 他叫你做你就做 不是 那我们还有个智慧 我们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呢 当那一个众生 和自己的理想 和我们修行的理想 是相逆的时候 那又怎样处理呢 那我们用什么办法呢 我们就要将我们 布施我们的爱语 就不要出恶言 亦都布施我们 去利益他的 不是说他的逆行 我和他一起做 而是说 布施我们 轻轻提醒一下他 用爱语提醒他 他做了恶行之后 他可能会得到的后果 但是要用忍耐 而不和他反目 待有时机的时候 就随着我们可以 所以环境的因缘 用我们的智慧 再诱导他 令到他在对于作恶行 知道要止 停止的止 有什么分别? 有 如果你当那人和你逆行的时候 你没有和他出恶言 没有和他反面 没有和他令到他无地自容 没有直斥其非 令到他没有办法 藏力他自己的自尊的时候 即使他将来看到你还有空间 你可以劝语他 这个就重要了 这个就是菩萨的忍辱精神 而不是暗瓦底 你不用忍他乱做 或者忍他欺负人 不是 而是你帮他之间做一个忍辱 和他扩大了一个小小的距离 而不是直斥其非 这个爱语不是哄他 而是令到他还有些自尊 令到他觉得还可以有地方 让他去改善的空间 有时往往就因为菩萨 可以放下自己的自尊 而令到对方 逆行的对方 还有些空间 知道他可以有地方走占 反而他还会给到他 在羞愧之中 是不会再结一个恶缘 这一样东西 就反而真正是菩萨的忍辱精神 而我们做菩萨的话 或者我们做众生也好 我们是不希望和人结怨 不希望结了怨 还解不了 还越打裂越多 所以如果我们有空间给自己 和对方解怨 和对方给他下台 这个就是一切善缘善行的开始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忍辱的作用 所以菩萨行里面的所谓难行 移行 难忍 能忍 是令到众生和自己的关系 解脱到一些很迫白的关系 这个才是真正的烧冤解结 第四 精进 那么菩萨当然是自利利他 那么 精进是怎样呢 你的精进 所有精进的行为 是为着收一切的善行而精进 是为着令到众生得到利益而精进 这才是真正菩萨的精进 而这个精进是配合着什么 配合着前面的法门无量誓愿学 无边众生亦都誓愿度 这个才是真正进 所以我们要学很多不同的方法 因为很多众生有不同的要求 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一定要学多些 所以有些人说 我论盡了 将一张刀没有将利 那即时不精进 但这些人说 我将一张刀都是利的 你需要哪样我就帮哪样 这个真是大菩萨的自利利他精神 而当然我刚才提到的四摄法 永远在菩萨的范围里面 精进当然这个四摄法 不要说我布施不用这么精进 或者我对人说好说话 或者和别人随信众生 不用这么精进 或者利行同事也不用这么精进 不是 有些随其自然很热心的 很落于自然地融入其中 这种就是正确 不用硬滑滑的 很紧张 好像要被人知道我很努力 或者我是这样死做死做 不是 是有一种很欢喜的积极学习方法 是和人们很欢喜很乐意地一起 融入在种种的佛法里面 种种的布施慈戒里面 有一种欢喜心 很积极的心 值得是精准 最重要就是 不要做了少少善缘之后 就自满 因为如果菩萨在积极的时候 很快就自满 很快就菩萨的功德就同 所以也不要随便 因为自己已经得到少少善缘 或者给有些众生 少少的赞美 随意就放松 所以菩萨的精准 不是在人家的加冕里面出现的 亦都不在人家的赞叹里面出现 是自己自发性很欢喜心 所以也许睡各位 多些学佛理 多些学佛理 多些和耗乐佛法的人 一齐互相鼓励 互相劝念 这种都是精进的方式 第五 禅定 我刚才说善行的范围 原来收到帮助一切众生的善行 不求回报的有这种精诚的人 曾经收过禅定的功夫 所以禅定的范围 假如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发觉自己好像都很定当 不一定是打了坐卧 坐到硬了才是禅定的 你平时在行住坐卧之中 你都好像觉得自己有些分寸 自己都看到自己的举止行为 都知道有些着亮的地方 知道哪些应该做 哪些应该做 有些分寸的 其实这个是无形中 是我们大家多生之前的善根 有发出来 曾经收过禅定 所以所谓做起来 都有尺寸 知道哪些应该做 哪些不应该做 知进退 知自己是什么地方 知自己是哪一个层面 所以这些其实 是禅定的另一种反应 但如果当大家认真去修禅定的时候 随着你自己的宿世善根 是比人家容易 涉心地 集中精神地 可以入到你想学的那种禅定修养 所以在禅定之中 你可以容易在文法 或者实行一些佛法里面的灌想 或者佛法里面的智慧的学习 在观察 观察 指观之中 你比较容易和其他人在一起 你能够着力 你能够有这样的感应 或者感受 这些是各位自己 多生 宿世以来的善根 带来的定力 而另一个定力是什么呢 就是你很容易在生活上 即使在活动之中 你都会发觉 知道哪些是不对的 哪些是不应该担忍的 哪些是容易帮你自己 堕落于 陈族 名利 权力的斗争 你是不喜欢在那些地方打滚的 这些也是你们宿世善根里面的定力 无形中带令你自己 走向一个清静的 不担怨于世间的欲乐 这些是你们本身的宿世善根大腿 当然在这样的时候 你又再继续收禅定 收自己的指观 收自己如何在佛法里面 帮自己静坐的时候 思维佛法的真谛 思维自己平日的生活里面 如何能够报私报德正确 持戒 忍辱 精进 或者种种善行里面 而不落于俗套 这些也有这种这样的心量 和善行的自然的想法 这些都是因为宿生以前 是有这个善根的定力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他修行的时候 一到有机会被他禅坐的时候 他觉得很欢喜 生到一种很欢喜的心 有些甚至生起到 正如我之前经文里面提到 很容易去到无色界的离生喜乐地 离开一切 众生在凡夫里面的那种物质欲望 是觉得很欢喜的 是不会在这些物质欲望里面 执着的 这些是各位的宿世善根 当然有这样的善根 再加上再肯修善定 就更加是相得益彰 是接触了多生之前的善根的定力 再继续修养下去 第六 刚才说了六波罗蜜 就说了布施、慈戒、忍辱、精进、善定 再说这个般若 般若其实是超出凡夫和仁天 那种物质欲望里面的智慧修行的 是超出了 这些就是般若的智慧 菩萨是正观没有分别的那种智慧 是没有分别众生的根气 而能够和众生一起去广收大乘的佛法 这种方便行就是菩萨有般若智慧才能做到的 我们一般凡夫是会有分别心 和喜欢处于和自己所谓心性相似的众生 才能够相处得和合 但是如果大乘佛法的菩萨有般若智慧 他有般若智慧 他不会分别 这个众生是什么根气 这个众生是不是小成的 或者这个众生是不是修行一些外道的 或者这个众生是不是有什么执着的分别 才来跟随我们一起学习 大乘的菩萨不会介意众生的出处 因为大乘的菩萨就是有他的愿力 他就是要来调由众生 他就要帮众生的需求 所以如果那个众生本身是有问题的 才叫做众生 他是有未足之处才是众生 如果全部已经是无所求 无所依也都无所需要回报 他都已经有善考方便的时候 他怎样是你需要度的众生 所以菩萨有一种超越这种智慧 他知道应该用种种的善考方便 他也知道众生在生死轮回之中 是需要求得安乐 求得安稳 所以才是菩萨需要示现去帮助这些众生 所以菩萨有这种智慧就是 他不需要介意这些众生 究竟他是什么来处的众生 因为菩萨本身有足够自己的自信心 他行在四摄法和六道之中 他是不介意这个众生是什么的众生 而这个菩萨本身他的自然流露出来 他不管他是处于动静 或者是修行 或者不是修行 或者是平常的生活 他都能处于一种很安乐自在 看事很通透很淡定的 菩萨的智慧是用新教显然出来 不用下掛着 我很有智慧的 我是大菩萨 我是来度众生的 他不需要 前面我说了这三种 大致上就是有法行 就是说了五种 平等行 有刚才说的善行 善行包括四摄法 六道 布施持假 忍欲精进禅定 对众生爱与利行 这些都是前面 刚才说的 有三十二法的其中的那三种 现在说到四种的法住行相 法住行相 即是说菩萨的法住住行相是如何 怎样的呢 这一样东西 大家真的要开心去听 因为菩萨已经行在前面 那三种大量的菩萨行 还有东西行 还有十二种 快快脆脆讲 要不然大家满得不得了 第一样 原来菩萨的行相 第一样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用来判断一下 自己是否菩萨 或者那个是否菩萨 第一样就是 他一定有慈心 这个慈心 是慈悲心 他的慈悲心 就像我刚才说 他不会分对方 是善的众生 是恶的众生 他无论这个众生是有毁戒 还是不毁戒 持戒的或者清淨 他对他慈悲心 没有分别 第二种就是 当菩萨在他自己本身有机会去听闻佛法的时候 或者听闻正法的时候 他都一心去递定 他不会去对于说法者 或者那个法是挑剔 他只要是尊重 默默地收听 递听 第三种就是 他的心经常 对于世俗的事 不是那么贪着 他因为之前我们上一堂讲过 他有出来心 出来世间的欲乐之心 所以他心住远离 他不会被欲乐所牵帮 第四 不落世事的族务事情 他是怎样呢? 一会我会用一些出家人的情况 但用世俗的事就是说 身处在世俗里面 我们需要有衣食住行 没错 仍然需要做这些的营运 但是不会執着于衣食住行里面的欲乐 而出家人是怎样呢? 出家人当然是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也要去参学 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 而去担着于游乐 游山换水 虽然是出家人仍然在争团里面做事 仍然是在寺院里面做事 但不会因为这样 而是以争事 寺务的事 而是为首 他是需要做 但他不是担着于这一件事 仍然是在做的时候 他就是在做这件事的事上 但内心仍然是以内 自己 指观、静观 而不是因为 我是做曾人的事情 我特别聪明一些 或者我是在做事务里面的 或者是做一些管理阶层 我就是管理 他不是 他虽然都是在做管理的事情 正在做真事或佛事 但他不是因为这样 而引以为一个权 或者利 或者是明文利用 而是他照做 但他不会在里面从中而上 获得利益 或者获得权力 或者获得名利 第五 就是不贪小成 于大成中常见大利 怎样是不贪小成呢 例如你做一件是佛事 做佛事当然有功德 有人赞叹 有人欢喜 就是供养 虽然是做这些事 但是 不是就是这件事 就是他的认为 是趋向的事 他只是随顺着做 如果假如他认为这件事 是这样得到利益 而继续在佛事或者字母里面 很容易流于小成的行径 所以做大成菩萨是如何 以殊性的功德 的功德 而回向 而利势 制众的功德事业 为利益众生 先去做 而不是为了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的功德 被人都知道 我很有明文利用 所以他继续 如果这样的 只要留于小成的行径 甚至留于世俗的法 第六 要知道什么叫恶知识 什么叫善友 所以一定要远离恶知识 亲近善友 恶知识通常反而是反而 会带领你离开学佛的修养 而善友不一定是甜而物语 所以才是善友 如果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要侄恶如首 或者黑白分明 你这个人是恶知识 我拒绝你 也不是 只是不要随信那些 所谓甜言物语的善友的恶法 恶法法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走去一个清静 而一样是善知识相聚的 但是并不是以欲乐 或者是互相聚集力量去做一些 远离佛法的互相 只是在世俗上的欲乐 权力那里的聚集 不是 而是一定要以佛法里面的智慧去选择 这件事 亦都同于小人之交甜如蜜 这一样的世俗法要留意 和这个有些相近的意思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个亦都等于亲近善友 远离恶知识的一个世俗上的标准一样 第七 圣思凡行游弃神通 我们未有这样的智慧 未有这样的神通 那是怎样呢 思凡行说出来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的心 用清静的心 来行利益众生 用我们的慈悲 用我们的喜舍为主 而利益众生 那我们当然未得到菩萨那种真定 未有真正的根本定 未能够有神通变化 那什么叫神通变化? 例如我们能够有神触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来涉化众生 我们是没有 就很老实是没有 但我们如何在佛法上方便自己去成就 来帮助众生一把呢? 原来我们可以学少少这种气氛 这种气量是怎样? 我们随缘度众生 我们随缘度众生 刚好有朋友 有众生 随了自己的力量可以帮到的 随缘去化导它 我们帮助之后 又像一个游戏一样 做完 算了 放下 这种是会增长我们随机的智慧 亦都增长我们随顺众生的那种愿力 亦都帮我们的气量、气概、扩展 做完好像游戏一样 有这种所谓菩萨度众生 不见有众生可度的这种 不执着的随缘化度的气量 就是帮我们成就我们 好像菩萨一样有游戏神通 但不是叫你去玩那种游戏神通 而是随缘化度 随顺众生不执着 做完放下 就是这种气量 第八个是什么? 尚依真智 什么是真智? 不要用差异 或者不要用自己 我估计是这样 或者我妄想 但是那时候不当自己是妄想 我当自己是真的 其实那些不是真实的智慧 那我们怎样为真实的智慧? 不要用情感去衡量那些事情 不要用自己惯性的 去揣搓别人的事情 那种意识 所以我们叫医治不医治 大菩萨就算不是大菩萨 凡夫都知道 我们要转色成智 这个色是什么? 意识的色 就是惯性去想 惯性去衡量别人 不要用这种 我们要用理智 所谓的 用我们一般这样说 用我们前五色 转为诚所作指 用我们第六的意识 有情感意识 用妙观察字去看 用我们自己 什么都为我去想 我摆第一的 用平等性字 等于之前的平等度众生 第八的 我们的阿赖耶识 我们的记忆系统 我们用大圆镜 理智去看这些事情 因为往往我们凡夫 我们没有办法 依我们真挚 那我们的真挚 往往被我们的感情用事 或者关系 或者对某人的那种猜疑 或者妄想的观念 去混乱了 所以我们惯性 让自己用真实的智慧 去看这些事情 客观一点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九 好了 涉化众生 不弃绝 怎麽为不弃绝 说得是众生 其实我们是众生之一 就一定是怎样 肯定是有没有正确的知见 来不中有些邪见 或者未必有正行 行错了路 行的东西 可能是行错了 或者是行偏了 那做菩萨呢 你说我这些邪见的众生 我不要度他 邪行的众生 不要度他 那你做菩萨想度些什么众生 如果本身都是正见 正义 正行 他都搞定 所以我们做菩萨就不要说 邪见众生 我们不去度他 不是 刚刚相反 既然你知道他是邪见的众生 即他不是正行 不是正知见 你就要帮下他 就算你不是度他 也好 你都扶一扶他 所以不要平气 我们做所谓学涉化众生的 不要平气一些邪见 邪知邪见的人 我们在我们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是未够气量 未够智慧 如果是他已经有正知正见 他是菩萨 道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衡量 我们不要平气一些 认为他是有缺陷 有不正知见的众生 不要这样想 第十 言常决定 菩萨对一切的佛陀的言教 是很清晰的 是很决定性的 而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 反过来 我们也令人断而生信 对佛教起真正的信心 第十一 就是贵真实的法 我们对于真实的修行方法 对于真正的佛法的修行大道 我们要尊重 我们要觉得是金贵 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尊重正法 金贵真正的佛菩萨的 真正的深信的佛法的时候 我们本身也成为一个有正信的人的典范 所以也是由我们的身行 我们的意愿 演露出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动作 都是另外一个众生的典范 所以贵真正的佛法 贵真实法 第十二 一切的所作所为 都是以菩提为首 菩提是什么? 菩提就是成佛的正觉之道 不要有私心 尤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 当我们对任何人想去帮助他 或者想去提出我们的正确的研究的时候 第一件事 不要传有私人的祈求欲望 或者祈求的回报 因为如果当我们第一件事 一有这样的爱习 或者染污的心 你所有一切的行 就不是菩提行 就是成为一个混习了的 有染的世俗的法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菩提行 所以 假如或者万一大家遇到有些人去帮助你 其实他背后说明有条件的 或者有一些修法 背后是有私心 有爱欲 有染着的 请各位清晰地看清楚 这种不是真正的菩萨行 不是真正佛陀所教的方法 上面说的这些是有相可见的 是有事情可以得到自己 知道他是不是这种真正的菩萨行的现象 所以这叫做发住行相 我们可以去分集 我们亦都可以去分别 因此 我们所有一切的行相 如果是与菩萨行有关 一定是要无私心 无有回报祈求之心 这种的清静行 就与我们的菩萨的四无量心 菩萨心就是有所相啟 我这里刚刚有一个小小故事 大家试试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就是佛陀的故事 佛陀有一次 在和弟子相处的时候 有很多弟子问世尊 他说世尊你经常说阿日多 阿日多就是弥勒菩萨 阿日多福报很大 但是当时你和阿日多一起同修 那为什么阿日多是下一生才成佛 而世尊你现在已经成佛 但是你经常说阿日多是很大福报 何以世尊你又让他才成佛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是什么因缘 那么世尊就说 他说你们问这个问题很好 就因为阿日多的福报的确是很大 而且阿日多他在很多生之前 已经修行佛法了 也都闻过很多佛当时的佛的愤怒和教导 但是因为我勤行精进 和有很多生 我曾经是连自己的生命都肯捨棄 我是精进为了修行而捨棄自己的生命 为了保护众生而捨棄自己的生命 所以令到我能够给阿日多快成佛 甚至令到很远很远的其他众生 听到我要开示佛法的时候 他都从很远的地方 乃至其他的国王人民都来到听法 于是众弟子当然说 那世尊可不可以讲这些的恩缘我听 世尊就说 他有一生我曾经是一个海龟之王 住在深海里面 身体很大 而且长到因为已经很长的寿命了 长到背的壳很坚背 那有一次我就见到有一个很大的船 放了五百个商人出去取捕 而五百商人里面有两个头头 都是有得行的人 但是我预知到他们会遇到大风浪 所以我就随着他们的船 是跟着他们 果然当遇到大风浪的时候 我就立即将我的背 顶住那个船 让它不用被风浪吹回得那么紧要 就因为我用很大的力 去顶住这个船 而我也都不惯于 是被船拖着我去浅水 那我就在深海里生长 但是我为了要令到这些商人 不会被海浪冲 因此我就硬硬顶住了之后 就令到船母沉下 又令到那些有些已经跌下海的商人 可以牵住我的手脚 然后随随便漂流到岸边 那结果这五百个商人 就因为有两个很有得行的头头的带领 令到他们安全去到淺岸那里 但是当时我已经疲倦到不得了 那我就顺着淺岸冲动去哪里 我就在沙滩上面休息 我累得很厉害 还有我有部分的地方都受了伤 而这些商人 就只是前来看到我之后 也都离开了 但是因为我受了伤 流到一些血在沙上 那很多矮呢 就走来吃这些有血的沙 就慢慢来到我的身体 但是因为我已经累得很厉害 结果我在这里睡了很多日很多夜 但是那些矮呢 看到我这么多天都没有动 就以为我已经死了 于是就很开心地捐入我的身体那里 就吃我的肉 竟然积聚了八万只蚂蚁 而他们就很开心地一只船一只 就把我的身体的肉 就由小小的伤口那里一直咬下去 我都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睡到我觉得很痛的时候 我已经发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很多地方 已经被这些蚂蚁都布满了 我本来很想一个翻身 就令到这些蚂蚁就离开我身体 如果我一游到水 所有的蚂蚁就不会再伤害到我 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蚂蚁很开心地传递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就是它身体的肉 但是我又不忍心 这些蚂蚁没有了粮食 因为当我再发觉看清楚 原来这些蚂蚁不单止在我的身上 那些蚂蚁就离开了 原来它传给整个海滩里面的蚂蚁 可以得到粮食 于是我就知道 如果我一个翻身 我游到水 所有这些在我身上的蚂蚁 一定是死去 甚至令到整个沙滩上的蚂蚁 是没有粮食 他们这个冬天可能都会饿死 于是我就唯有发心去想一想 原来我能够做到这一次海龟王 我是多生之前做了很多善业 但是如果我今次能够被海水冲了上来 就是因为我是想救五百个人 但是如果我为了救这五百个人 然后因为我现在这么累 而被这么多蚂蚁吃 而我又一个翻身 去将这些这么多的生命 死去的话 我就等于我帮这五百个人的功德 全部浪费了之外 甚至我还伤害得更多的生命 好了 既然如此 我就不如让我这个身体 做这一次的功德 但是它很痛 于是他就默默地祷告 希望可以捱过这些痛苦 但是原来他这个愿力 震动到天上的神 天神知道这个龟的发愿 于是立刻接了他的神色 一接了神色上天 即是他身体已经不懂得再痛苦了 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 让他生上天上 当他生上天上的时候 他就发愿 我再下生为国王 我一定要以最爱民的心 来帮助我的国民 那结果真是 被他成了这个愿 他就下生成为一个国王 但是他做了国王之后 没多久 三年都干旱 一滴雨都没有 连他很多年储落的粮食 都开始不够用 于是人民开始埋怨 那国王知道这件事之后 他就再齋戒沐浴 经过三个月的齋戒沐浴 都祈求不到一滴雨 他就再向天发愿 他说我知道我一定是很多的怨力 很多的恶业 令到我这些国民受到很多痛苦 如果我这个 那么多的怨力 怨就埋怨的怨 和那么多的恶业 令到我的国民那么痛苦 就请你让我七天内去世 我去世之后 请你让我化成一条 很大很大的雨 让我每天都能够游上岸边 令我的人民割我的肉去吃 但是不要令我死 等我游回到海 然后翌日又是 那些鱼肉好完 又再让人民可以饱餐 直到我的恶业 和我的人民的怨力 都全部平等了 就希望天降雨 令到我的人民可以能够再种 倒有粮食 那我就死去 果然他只戒沐浴到第七天 这个国王真是去世 因为他去世之前 他有这样的怨力 于是 那些人民 就真的去岸边 看下 翌日有没有一条大鱼出来 果然真的有条大鱼 游上岸 这条鱼大到几里长 哇 这些人民就知道 原来真是国王的怨力 和他们的怨力 和业力是很恶 于是他们也都向天祈求 如果这个王是成为这个鱼 令到我们这么长 几里长的鱼 被我们吃完之后 令到他们可以得到粮食 而我们假如到我们的业力完了之后 希望天下雨 我们全国都做善民 然后也都希望这个国王 不用再变雨来受苦灾 因为人民的向天祈求 国云也都向天的怨力成就了 结果在几个月之后 天下雨 下得很吉祥的雨 而农作物很快再从此生长 而这个国家 就没有再有苦和怨的力量 而全部成就得吉祥的事 而这样的事情 令到当时的释迦牟尼佛 未成佛之前的福报超越了弥勒菩萨 而成为给他早一期成佛的 而他所有度的众生 吃过他的肉的矮 或者吃过他的鱼肉的人民 就是后来 可能乃至我们也有份 能够听闻佛法 而信行修行的佛教徒 就是成就着我们 所以以世尊的这个故事 给到我们的体验就是说 原来佛法延连的长远 不是我们世人的智慧可以了解 只有佛陀的那种巨大智慧 以及无边的菩萨行愿 是帮助到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 在释迦牟尼佛法里面 是修学的 我多谢各位 另外这里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也将我们菩萨行愿的心 亦都回向给圆永遇佬居士 亦都愿祂祖生极乐 花开见佛五无生 我们互相都能够有菩萨之行的修养 多谢各位 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一起回向了先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正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屠虎 若有见闻者 识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获 我更愿各位大家都发大愿 发菩提心不退绝 阿弥陀佛 多谢各位